放下就是觉 放不下就是迷 迷觉的现象就从这里看了 释迦牟尼佛放下了 把觉做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一定要懂 要明了 行识 识诸妄谬 识一切法拉 往事虚妄 所有一切虚妄 所有一切错误的统统要识 这是宗刚灵 然后告诉你谁一切法 为什么一切法都是假的 一切法不是真的 这叫妄 波瑞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无所有必经空不可得 这一句话 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 物质现象 假的 无所有必经空不可得 精神现象也是假的 精神现象也是假的 其心动面也是假的 物质现象阿赖也的相分 精神现象阿赖也的减分 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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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东西是真的呢 阿赖也的减自备分 是真的 阿赖也的自备分 是真的 真忘后后 忘中有真 真中有忘 你得把它辨别清楚 这叫色法 忘从哪来的 忘从真来的 真是本有的 真是不生不灭的 忘是有生有灭 真自振奋 是自信一头 本有的薄弱智慧 就是慧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自信 本来具足 具足什么 具足一切法 他要不具足一切法 怎么能吸引一切法 这个要吸一吸 去参救 士真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享 那就是本自具足 那就是本自具足 跟如来一样的智慧 一样的能 一样的向后 这三样东西 向好 物质现象 得能 精神现象 智慧 勉强我们给它分配到 自然现象 这三种现象 这三种现象 体 了不可得 我们都经常说的三句话 真实之计 是这样的体 真实智慧 是这样的想 真实利益 是这样的作用 体相永恶 因为 它不属于波动现象 所以 它不生不灭了 那么 凡是经过阿列耶 产生变化的 都叫 虚妄的现象 虚妄的现象 可以受用 不能占有 不能控制 不能支配 你把这一些念头 统统放下 你就是过的 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恨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真快乐 烦恼从哪里来的 奇心动念 是烦恼的根 分别之处 是烦恼的本 从这个根本 就生之夜 之夜就是 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从这来的 会断烦恼的人 从哪里断 从根上断 根上 不起心 不懂你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眼见识 看得清清楚楚 而听声 听得清清楚楚 听了看到了 不起心 不懂你 没事啊 起心动念 死就来了 分别执着麻烦 分别执着麻烦来了 为什么不能起心动念 因为它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再告诉你 真也是假 真正修悟的 真也是假 为什么呢 真的不可得 自信 清净心当中 一发不烈 这不可得 假也是真 这话意思都不懂 假里头有真的 为什么 假是从真边献出来的 它里头带着有真 你在家里头认识它的真 这叫明信见信 问题都在我们会不会 会的 所以偷偷是道 左右逢源 无有也法不识 不是什么 无有也法不识自己 无有也法不识真心 你的人呢 样样都堆裂 堆裂 烦恼生了 罪业成就了 这个亏据是大了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搞明白之后 我们才真正 感恩佛菩萨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教诲 我们怎么会觉悟 那不觉悟就继续干啥事 国报在山头 辗转轮回 无有出气 所以我们感恩佛菩萨 把四十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明白了 又把建宗这个方法 处理的方法 这个处理是无条件的 只要你啃 你就能超越 无量法门里面的地方 无量法门摆在我面前 叫我们自己挑 我们挑不出来 不知道哪个法是最好的法 不知道哪个法时候我学习 跳不出 佛菩萨慈悲 阿弥陀佛慈悲 替我们跳出来了 不但替我们跳出来了 还把这个典型建造出来了 修习的环境 这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修行的功德 参许设方法查 总结成 48元 这样殊胜功德成就 不是为他自己 是为我们 为我们建立一个修习的环境 为我们建立 我们只要肯去 到那里就能成就 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讲 三十七品 七觉知八正道 在极乐世界 你统统做到了 你去看看极乐世界的人 哪个人不是啊 从下下频到上上频 过过都做到了 而且做得远远远远远漫漫 真正的虚妄放下了 一切法也放下了 贫心瘫痪 更不追忆 不追忆就 心的念头停止了 不会想过去 也不会想未来 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还没来 这话意思很深 就是活在当下 古人游宫啊 出家人 出家人 遇到一个老婆婆 大概是卖点心的 出家人嘛 没画语言嘛 向她画一点点心 这个老太太很厉害 金刚经上书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你点哪个心 你能说得出来 我供养你 说不出来 那别怪我 我不供养你了 这个法师大概没开悟 也没办法回答 也不供养他了 过去现在未来 是时间的 时间从哪里出来的 妄想分别之中 生出来的 离开妄想分别之后 时间了不可得了 就在当下 这些年就对了 不但时间不可得 空间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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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去 没有远近 佛在 也被今天量子理学家发现了 他们的报告 里面讲这个念头 念头送完来的 他们发现了 念头突然蹦出来了 没有理由 找不到原因 突然蹦出来 但是立刻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那么这个现象 他们观察到了 不就是任言将生说什么 当初出生 谁出灭境 念头若实 阿列耶的见分 阿列耶的像分也如是 像分知道它的原因 是见分变现出来的 但是见分是什么原因 它还没有找出来 佛讲得很清楚 见分是从阿列耶的夜像变现出来的 那个夜像是什么 夜像就是一年不久 一年不久是夜像 从夜像变成转向 从转向变成境界像 只要是有生有灭 全都是假的 真的是不生不灭 所以阿列耶的三系像 都不是真的 那是一切虚妄的根本 这些虚妄 都是以自信 为基础 它才能现象 没有自信 它就没法自变了 变不出来了 这就是 妄中有真 真中有妄 一定把真妄搞清楚 要与真相应 不能与妄相应 与真相应是智慧 与妄相应是烦恼 这样你就能够把它 活朽活用 用在生活里头 穿衣吃饭 带人接服 用在工作上 这才叫菩萨道 菩萨心 菩萨道 菩萨心 活活泼泼 一点都不太晚了 妙极了 你看洞黄的壁画 我是没去看过 但是看到很多人照片 释迦牟尼佛 在那讲经说法 空中呢 天人 唱歌跳舞 这就显示活泼 这就显示活泼 并不是很严肃的 它有歌有舞 那个歌舞表演 也是佛法了 什么法 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 那么样的自在 那么样的活泼 一点都不呆盼了 所以这个地方 平心 叹怀 更不 追忆 追忆 追 是想过去 意 是想未来 想过去是妄想 想未来也是妄想 全是妄想 菩萨没有妄想 这个厉害啊 没有妄想 全是智慧 智慧里头 架杂一点点妄想 全都变成妄想了 阿 妮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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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妮 佛 阿 妮